這次呢這個失蹤40天獲咒 全部都是靠著上山打獵的陽性獵人 陽東坡 好他就說了昨天晚上呢 一個人前往到了谷關這邊的舊電廠 後面來打獵 行進第二個寒冬就看到 這個人躺在裡面睡覺 他心裡想一想好像是新聞裡面 報導的失蹤者 好立刻跟警方來通報 隨機帶人前往現場 好男子的家人之前本來說 要置贈50萬元 給巡人掌金 陽性獵人就說了 目前還沒有拿到錢 但是如果真的有這筆掌金的話 他部分要拿來提供給當地的搜救 協會來購買一些搜救器材 好家屬本來是氣到要告警方的 因為一直找不到人 說要告警方獨職 現在趕快上警方來道謝 並且撤稿 陽性獵人戴著頭燈 對鏡頭開心筆頁 因為他就是第一時間 在寒冬內 發現失蹤40天的囚信男子 十萬八千里 瘦了要命 瘦了 他瘦了 瘦了跟什麼一樣 陽性獵人表示 15號晚間 他心血來潮上山打獵 沒想到近看到 有人在寒洞裡頭 糊糊大睡 他馬上聯想到 新聞上失蹤的囚信男子 直覺就是他 立刻下山報案 他運氣很好 我一年不打獵 我就這個時候去打個 一隻山羊 山漿的 回來吃一隻 還沒有開槍就碰到他 陽性獵人成了囚信男子的救命恩人 家屬感恩在心 甚至表示會提供50萬的懸賞金 但陽性獵人表示 事罰致敬 家屬都還沒跟自己聯繫 今天有點公益吧 如果真的有 我是沒看到錢 然後如果有剩下的 我就做一下我的果園嘛 陽性獵人平時在山上 種田市橘子 這次剛好上山打獵 竟然救人一命 他也謙虛的說 自己不是英雄 一切都是巧合 記者謝憲宗 江智南 姚祖婷 台中慈恒報道 好 站包 有 不ають veis 在